当地时间19号下午,法国总统萨科奇来到中国驻法国使馆悼念汶川大地震遇难者,并带来了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对灾区人民的慰问。 萨科奇在调研部上写道,文明与遭受严峻考验的中国人民团结一致。 随后,萨科奇表示,法国人民对中国汶川大地震灾害感到非常悲伤。 他本人来到中国驻法国使馆,就是希望以此表达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友情和支持。 当天,法国国民议会议长阿克耶和外长库什内也前往中国使馆调研。 当天,瑞士日内瓦部分国际组织代表来到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设置的调研厅里,表达他们对中国汶川大地震罹难者的追思和哀悼。 中国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也举行为期三天的哀悼活动。 西班牙、俄罗斯、德国、塞尔维亚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的大使和代表,以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的执行秘书参加了悼念活动。 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加拿大联邦议员詹加利等在调研厅哀悼汶川大地震罹难者。 在中国驻荷兰使馆、荷兰外交部、各国驻荷兰使领馆官员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前来调研,向汶川大地震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